我是比較想要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然後因為他們其實很愛我 也很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都不太會去讓我再有太多的擔心 一個老闆站立他頂落的一直在15到30個學生 那是因為有很厲害的老師 所以才能把每個點每個點都顧得非常的好 這就是我想要的 可以從孩子身上得到我想要的真正的快樂這樣子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的教務長 口口跟我講說其實你帶領你的美育團隊 其實也很像在帶一個學校 這句話其實是深埋我心中 沒有一個很很偉大的想法 但是希望可以做到就是小孩子 他幼兒園心中就是懸念的老師 他是在開心的過程成長的孩子 因為小朋友其實他們很喜歡我 我也很喜歡他們 這個是給我很大的動力 我覺得整個教學最大的挑戰是跟家長的一個同品 其實老實說我有大概三年的黑暗期 因為我轉的這個工作跟我之前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很困難可能是 Coco想要我們真正教的方式是生活上的英文 其實我曾經也是很想放棄這個職業 我真的很感謝他 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話 其實我現在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就像我接的這間藝術一樣 他每天都有一些很特別很新鮮的事情 需要我去客服 然後需要我去自我形式內化以後再出發 在這一個南光裡面所有學到的挫折 其實他都會內化成是之後的一個力量 但是我發現好像我錯了 因為他們其實變厲害了 慢慢慢慢的感到那個效果 我覺得好像這支條路是可以走下去 每天回家我可以反思自己的行為啊 言語什麼的 這個應該是我要去經歷的 我要去跨越的一個困難 就是我一直在內化我自己 然後讓我變得更強大 其實我最最最感謝的就是 我的老公 我都想告訴你 你知道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擔心你 我擔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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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朋友文教機構 這四年來 也給予我滿滿的溫習 就像我另外一個家 其實很感謝是我的家人 因為他們都用行動來支持我 真的是特別想感謝就是 Richard跟Coco 然後還有Gini這樣子 沒有他們給我的鼓勵 其實我走不到現在 拜拜